我们常常会怪急诊医师说 你当初怎么都没有看出来 其实很多病是 在当下你是看不到的 对 那像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个病患 就是年轻男性 他就很倒霉 骑机车被人家酒驾撞到 撞到之后当然就有外伤 外伤之后 通常我们在急诊室就说 这些外伤可以回家 这些外伤你要留下 他被撞了之后 其实X光照起来 看起来也都好好的 肺也都好好的 肋骨断了一根 通常我们肋骨断三根 才会把它抽住院 一生不能住院 一根根 他就抽一根 跟你一个止痛 要回家休息 回家休息 因为这个就是 回家休息慢慢就会好 可是他那一根肋骨断了 就比较偏下面 所以后来这个 急诊科医师觉得 就摸摸他肚子 觉得还是胀胀了 所以让他去做了电脑断诊 电脑断诊做起来 肋骨看起来没事 但是他的肝脏有事 肝脏因为当初的撞击 所以他有撕裂伤 所以那个时候 我赶快紧急送他去 叫水管摄影室 帮他做栓塞 把这些流血的地方 通通止住 所以他就留下来住院了 原本他这个病人 原本脸比较黑 然后到隔天之后 脸就变白了 医生才看到的时候 看到他脸怎么变白了 觉得这真的是太可怕 因为人越来越喘 对 所以那时候就找我们去看他 我们去看他 就帮他放了一只胸管 结果一个刚过年的时候 就看到就渐红了 一流出来就是 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再让他去照一张S光的时候 发现他右边的 那个肺脏也全部都白掉了 那这个时候我就只好跟家属说 不好意思 他现在是延迟性的出血 所以我们要赶快进去 帮他检查一下 是不是肺脏里面有受伤 那那个家属就有点觉得奇怪 说你当初告诉我 电脑断层也是好的 你的S光告诉我也是漂亮的 但是我就说阿姨 可是事情不是这样 你看今天跟昨天看起来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先进去 不管怎样先进去比较重要 所以我进去 用内饰镜进去一看 发现说他断掉的那根肋骨 刚好对他的横隔膜有擦伤 所以他横隔膜上面的血管 就开始慢慢的渗 慢慢的渗 结果总共里面 总共流了快3000cc的血 这个病人基本上会变白 是因为他失血过多了 所以在做完止血之后 那这个病人慢慢也变得好 在急诊有很多 你没有办法知道的事情 就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 你当下做了诊断就没事 还是要看这个病人 他后面的演变 慢慢变得怎样 才能下最后的定论 我是就是之前 好多年前就很常头晕 然后头晕我就想说 那可能是我熬夜 太晚睡这些原因 可是我到去年 就觉得有点频繁的头晕 然后我就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就说 你这应该是压力太大 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 可是过一阵子就还是晕 我就其实换了大医院 然后就到了大医院去看医生 然后医生也是跟我讲一模一样的 然后我就想说 好 好吧 那也只能先这样 然后我朋友就建议我去 给人家按摩 他说搞不好你是肩颈太僵硬什么的 结果我按完膜之后 真的就好了 然后我想说 那真的是我太累 可是大概到去年中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觉得 走路好像有点平衡感 偏 对 偏 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 你走路怎么都这样 歪歪的 他说可是我没有感觉 然后一直到就是慢慢 我可能朋友很常跟我讲话 然后我都会这样 就是发现有点 然后我朋友就建议我去找那个 耳鼻喉科 然后我就去测了听力 然后测完听力出来 然后医生就跟我说 你这是 怎么会 他说我左边只剩大概百分之 就是只剩下60%的听力 然后我就说 为什么 他说有可能是文明病 就是你可能常听耳机 或是什么听太大声 然后就问我一些症状说 有没有脸吗 等等之类的 然后我就想说 因为我平常就是神经比较大条 就没有特别去想说 我有这些状况 然后我就说没有 我没有感觉 然后可是我还是帮你排一下 那个MRI 然后就去照了MRI出来之后 就发现脑子里面有四公分 快四公分的 然后就是已经压破到 这么大 好大喔 你们手术啊 四公分的 四公分 然后我当下 他就叫我去大医院 然后医生看完之后就跟我说 你这个太大了 我不开 不开 他说这个太麻烦了 就是 时间很长的手术 我都不开 然后就说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很长的手术 然后他就建议我 去找另外一个医生 然后说可是 我帮你推荐那个医生 你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他讲话就是 很直接 不是感受那么好 然后我就想说 我都已经这样子了 我还要 就是听完你讲这些 我还要再去听 另外一个医生讲 可是感受不是太好的 然后后来是到容总 雷射刀的医生 懂了 他就说你这个 太大了 你没有办法开 又再帮我转到 神经外科医生 立马安排 我就两个月 就是去年 十一月的时候 所以到现在 其实我也才开完三个月 对 因为 就开了 因为他现在有点不协调 对 对 很明显 我现在开完之后就是 免贪 其实我一开完是 左半边完全没有办法动 左边听力就是 也就都没有恢复 医生说听力下降 就不会恢复了 不会 对 然后我 就是他还去针灸 然后针灸那种 十次两晚的 就是大家推荐说 他是神医很厉害 什么什么 有用吗 我就花了四万 真的二十次 就都没有感觉 然后后来我又再换了医生 然后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讲说 你这个好的几率是百分之二十 然后我就是每天顶多在家做复健 结果我现在三个月 发现他已经就是可以动 对 要有医力 对 因为这个倒是还是蛮为难的 应该这样说 这一种他全名叫做 潜艇的许旺式细胞瘤 它是一个 就是听神经瘤 它是一个良性的瘤 那他也不会就是说 认真讲他不会影响到生命 可是他最大就是会引起 那个 那最惨的就是像小蕾这样 万一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 去压迫到脑干 那脑干管我们呼吸心跳 一压到他 可能人可以整个猝死 可是像小蕾这么大的时候 因为他是第八对神经 脑神经长出来 所以第七对脑神经 就是颜面神经就在旁边 还有他过得会 他开刀的路径 那附近流会过三叉神经 所以开完之后 常常听力也没办法完全恢复 然后面摊的状况 也只能恢复到一定的程度 没办法百分之百都全好 那现在的医学来讲 并不会执着于 一定要把这个流开干净 那所以现在开刀就是 尽量让他的功能 包括听力 包括颜面 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 所以像我后来看起来的片子 其实他是没有开干净的 因为他把它开干净的话 可能神经整个都断光 他脸整个就歪一边 所以他就把它开到 剩一点点的时候 然后后面就后续再观察 那也许隔二十年 他又要去弄一次了 有机会 然后有可能要用伽马刀去做 然后伽马刀 颜面神经伤害比较小 可是复发率比较高 所以你不要以为 不去做健康检查 因为他不痛不痒 等你发现有点歪的时候 你怎么两三公分呢 对 那是麻烦 这非常麻烦 可是我其实 发现之前才做完健康检查 你没有照到这个 没有照 就刚好没有照这个 就是所有指数都是正常的 可是你不会没有做听力 听力应该会做 你一做听力一听 就一定是有问题 如果健康检查 所以有时候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阶段 好的 其实讲到这个医病的解读 主要是因为有些家属 会自己去联想说 这个名词 这个疾病 应该会是什么状况 我们之前曾经也遇过说 一个孩子发烧 然后全身皮肤出疹子 后来我跟他说 这个看起来像是 结果隔了三天之后 他爸爸回来说 会不会诊断错误啊 我们这个上礼拜是有动物园 没错 可是 我们没有 接触到星星 因为他就觉得心红热 就一定要有接触到星星 那另外一个 我们偶尔会遇到的就是 气喘 那阿嬷就很生气 就说别的诊所 别的医院都说 我们的孩子有气喘 他们的心里面就觉得 气喘是一个不明欲的疾病 就一世人互买 他就带来说 我的孩子从来没有呼吸急促 也从来没有听过 哀哀声 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声音 后来我就跟他说 不对啦 小孩子的气喘 其实不见得要有喘 也不见得要有呼吸急促 你常常 然后一次感冒 超过两个礼拜 竟然还在咳 其实就有气喘的可能性 其实这都是名词上的差别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一个小baby 其实才出生五六天 然后他就说 刚出生的时候 皮肤白白胖胖 嫩嫩的很漂亮 怎么四天五天之后 开始出现红疹 上面还有一点点白色的小浓头 感觉上挤出来 就好像粉刺那样子 那我就安慰妈妈 爸爸 阿公阿嬤说 这不要紧张 这应该是 一讲独性红斑 那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 阿公 所以你是说有人下毒吗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 然后那阿嬤就 很有经验的长者说 你不要亂说 这应该是媳妇 吃太多虾子又喂无奶 那实际上我们当医生 就知道不是 这独性红斑 大部分都是孩子 在妈妈肚子里面养水 出来外面 接触到外面的空气 不适应的一个 三天之后 孩子又回来了 一家族人也回来 他说皮肤疹是稍微好一点的 结果眼睛抛抛肿肿的 下巴 脸颊也抛抛肿肿的 这一看就觉得 我告诉她说 妈妈你是不是喝东西喝太多 给孩子喝太多奶 水分进去太多 或是尿尿太少 妈妈都说没有 这阿嬤就说 有啦 我自首啦 因为这独性红斑 我去问人家 她说是胎儿 胎毒 胎活 太多 所以我又买 最有效去火的 退火的 椰子水 这么少喝椰子水 五天六天大的孩子 你就给他喝椰子水 而且是妈妈不知道的情况 偷偷喂他喝椰子水 我就跟爸爸妈妈 阿嬤说 拜托勒 你这个自己会好 不是喝椰子水好的 接下来几天 你如果再继续喝椰子水 他肾脏 搞不好还会出问题 结果阿嬤还说 椰子水没有效患金金乳笋子 不是清早茶 这样子 所以给阿嬤带有好处 也有关系 对吧